马自达CX8或2018年国产定位大中型SUV 日前我们从小玩渠道获悉了 刚刚于2017东京车展发布的马自达全新SUVCX8 将于2018年正式国产 新车定位于一款中大型SUV 未来将采用6座或7座过局 外观方面 马自达CX8采用了马自达家族最新的设计员 其整体造型与现款的CX5车型保持了一致 新车前掌采用了经典的钝型际气格杉样式 搭配两侧修长的前大灯组造型 所以整侧看起来更加时尚和细利 从车身侧面来看 马自达CX8视觉效果要更加大气 其车身长度达到了4900毫米 轴距为2930毫米 相比于CX5加长的300 相比于CX5加长了345毫米车身 以及230毫米轴距 新车采用了通用线设计 相比于在北美销售的CX9 其地处造型增加流畅 同时新车尾灯组 采用更加家族化的四季风格 并辅以贯穿式组络装设计价 内饰设计上 马自达CX8采用了全新三幅式多功能方向盘 搭配三元表方向盘 中共台配备有70寸足利液金触控屏 下方空调控制区域的造型也较为规整 未来根据用户的需求不同 新车将提供2加2加2式的6座 或2加3加2的7座式不同的选择 其中6座车型还可以选择 是否在第二排整体转而护手 从而提高第二排的乘坐舒适感 动力方面 马自达CX8 在日本市场将搭载2.2升 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188马力 控制扭矩是456米